举一个例子 一切一切一切解义 我们看这个大司朝 从分别起解释一塌意 一塌因缘而有故 二有故分别解释 下面他引用为实的话来说 这为实言 依他其自信分别语言所生 依他其的自信 这个信就是讲 或者是精神或者是物质 他的性质 这个信当性质讲 他的性质 是从 分别语言所生的 就这四元嘛 我们要记住 所源语 重要 那我如果我们一生 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 天天想极乐世界 这个人决定 神极乐世界 那天天念阿弥陀佛 心里还想着明文立亚 还想贪真之慢 就去不了 我兄弟不相信 你那个念佛是假的 异佛念佛是假的 你还贪图这个世界 是要放下了 对这个世界的 一点都没有留念了 一心一意去念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确定的是 这道理要懂 所以这个里头没有迷信阿弥陀佛 他叫无间语 就是你的所源源不能间断 我们想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念头不可以间断 最后是曾上远 曾上远很多帮助你的 道场帮助我们 尖叫帮助我们 我们天天学习尖叫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拒而不明 这经教用处着此地 能信能解能行 能正 这经教提醒我们 道场 这是我们的曾上远 同产道友 是我们的曾上远 到最后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来借应我们 是曾上远 所以统统俱足 那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分别执着 还是没有放下了 所以你生到那边去 是凡神统俱途 是方便 如果你把分别执着 在这个地方就放下了 那到极乐世界去 不是这两图 你生十抱专业图 那我们得好好想想 我们是现在放下 还是到极乐世界去放下 这个账啊 要回算 现在不放下 带业往生 到极乐世界去 观无量寿经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凡神统俱途 下下平往生 在西方极乐世界 要修多久的时间 才能修到 十抱状元图 十二大街 实际上讲呢 十二大街 在西方极乐世界 算不了什么 为什么呢 那个地方人人无量寿啊 所以十二大街 在他无量寿的寿命里面 来讲的是吧 那是不算很长的时间了 可是如果在这个世界 你就把分别执着放下了 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无神 一到那里去 就成就了 你就省了十二大街的时间 这要懂得了 所以你现在肯放下 花眼睛上教导我们 你就占了大便宜啊 真正的 是密宗讲的 寄生臣服 那真的一点不假 所以问题就是 你肯不肯放下 那么这举起举这个例子 如 今言 世间 语言法 即 所以 所起之法 众生 妄分别 是能生 为什么会有语言呢 这是众生 分别兴起来的吗 凡是因缘所生法 都没有自信 知道缘其信空 缘其无神观吗 无神就是信空吗 就是这个条件讲的无神吗 缘其信空 你自然就放下了 所以在大庭教里面 三论宗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罢不 宗观 这个意思 在大庭教里 无论哪一个宗派 都 很认真的 缺习 不批 就叫忠 不写 就叫震 忠道 就是震道 罢不 忠道 管 三论宗 他把这个八句话 认为 是最高的 修行指导原则 至极 的宗旨 这个至极宗旨 我们把它 用现代话来解释 就是 最高的 指导原则 凡夫 修行 成佛 霸不 就是正观 四句计宗旨 说的这个 八个 第一个是 不生 不灭 不断 不长 不疑 不依 不来 不出 翻过来讲 从讲对面的 叫对恋 翻过来了 那就是生命 就是断肠 一意 取来 这八个字 叫八迷 迷了 你看看 我们有没有 这观念 有没有 生命的观念 有没有 断肠的观念 有没有 意义的观念 这个意义观念 很可怕了 我不是你 你不是我 我是一 你们大家是一了 你就对立了 不知道 整个宇宙 跟自己 是一体 没有意义 世尊在论言会上 用大孩子 把大海 比喻做发现 比喻做发身 是放三十佛 共同一发身 把大海里头的水泡泡 浪花充起的水泡 比喻做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 就一个水泡泡 迷了 不知道大海是自己 认为水泡是自己 那我这个水泡 跟别的水泡 就对了 这蜘蛛啊 分别了 如果分别蜘蛛 放下了 水泡泼了 泼了 原来 原来大海是自己 那回头看看 大海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水泡呢 还是自己 不疑 不疑 这句话 那你真正算是懂得了 大乘教里面 讲补 真的讲八个补啊 实在讲啊 讲补啊 是无量无边啊 部门 虽无量 此八 还是一切法 该是一切法 这全部都包括了 本义 音乐经里面说 二地一地 二地是真地 苏地 八卜是真地 翻过来八米是苏地 那么他讲这个八句 不一 也不二 这句二就是义嘛 就是不一不义嘛 不长也不断 不来也不去 不生也不灭 也不灭 八卜啊 你从什么地方能看到八卜 你细心去体会 弥勒菩萨跟师征的对话 叶坛提 是师征问米勒 米勒是专门学 威师的 他是威师中的祖师 这个师征问他 凡夫常讲的 七心动念 有几个念 有几个行 有几个诗 念头也动吗 就由形色 出现 那是物质现象 跟着呢 就由实的现象出现 是什么 精神的现象 所以 精神是心法 物质是色法 大清教里面告诉我们 色法跟心法是一不十二 那么现在 事件里面把它分作什么 精神物质 心法 他们叫精神 色法 他们叫物质 精神跟物质 是同时生起的 精神里面有物质 物质里头有精神 物质里面有精神 现在科学证明了 江本波斯的水事业 就是非常好的证据 物质里都有精神 精神 见闻觉知 水事况我 有精神 有精神就知 我跟江本波斯谈 我们也谈得很投缘 我告诉他了 不但是水 任何物质 都有精神就知 你慢慢用科学的方法了 你去 发现他 精神里面有物质呢 这个就难了 这就不容易看到了 比如我们现在讲的 有许多没有身体的 就是没有色相 这个身体的众生 我们讲幽民界 灵界 他有没有色身 有 我们肉眼看不见 在佛法里头 有色 他有色 他的色叫 无表色 表就是表示出来 他 没有 他这个种色的时候 是我们看不到的 没有办法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显示出来 他有 有天眼通的人就看到 精神跟 这个物质 是分不开的 物质里头有精神 精神里头有物质 而且是同源 同时掀起的 你看 我们在这个 望静还原论里面 看到的 第二条 起而用 一体 从一体里起而用 两个作用 这两个作用 第一个就是 宇宙 宇宙先前 第二个就是 生命先前 这个生命是自己 像中国禅宗里面所说的 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父母未生之前的 本来面目是什么 在大臣教练 那些正宝 正宝 说自己 不是说别人 别人 对我自己来说 是我自己的 衣宝 衣宝说环境 环境里面 人是环境 物质环境 它是我们的 衣宝 我个人才是正宝 所以这个义正 一定要搞清楚 不是说所有的 有情众生 都叫做正宝 那不是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 正宝是指自己 我从哪里来的 我跟宇宙 是同时诞生的 没有学后 生命是多元化的 不一定是 这一出生下来 我们就是一个人的形状 不一定 你看宇宙之间 这些动物现象 就太多太多了 还有很多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可能在宇宙诞生的时候 我们跟整个宇宙诞生 现在所讲的 天界 不是人界 社法界一睁壮严 也是同时诞生 就是看每一个人的 业力了 不相同了 这个业力是自然的 发而如是 即一念不绝 而有无名 无名不绝 生三细 境界为远 照流出 这是佛法 解释 宇宙的缘起 生命的缘起 说的很清楚 很明白了 迷了以后 最重要的 要知道回头 如果不回头 越迷 越深 那么你的烦恼 吸气就越来越重 你在六道里面的日子 就越来越辛苦 所以九点慈悲 他看到这个现象 他在帮助你 帮助你回头 什么呀 业障实在太重 佛菩萨做种种实现 实现怎么 看不通 看了 不会就 跟你讲 讲解也听不通 很可能 听了之后 错毁了意思 还是回不了头 所以祝佛菩萨 真的是 我们的话来说 慈悲到极处 我们在六道里 深深实实 他通通照顾 从来不舍弃 佛菩萨 恩德 没人知道 他也不稀罕 我们知道 他永远跟着我们 为什么 他知道我们 跟他是一体 这道理在此地 同体大悲 无缘 大慈 我们不知道 他知道我们 他帮助我们 回头 又到我们 放下 放下 就是 随为我们 处处 献身 实施献身 不一定 什么时候 我们能够觉察呢 心清静的 就能觉察 我们不能 觉察 实在是因为 太烦躁了 心浮气躁 这个很糟糕 心浮气躁 什么善法 都没办法 接受 这是一道 很坚固 严重的 屏障 把他障碍住 所以要跟 佛菩萨 接触 心要清静 那我们再细心 去观察一下 在现前 这个社会 中国外国都有 通灵的人 凡是通灵的人 他们的心 比我们一般 平常人的心 清静 他要不清静呢 他马上就失掉了 他这个通灵的能力 马上就失掉了 其实 我们每个人 出生下来都通灵 你细心观察 你看婴儿 生下来几个月 还不会说话 睡在摇篮里面 你仔细观察 他一会儿笑 一会儿他有表情 那是什么呢 他看到一些 我们看不到的 这些 那无论他睡着的 或者是睁开眼睛 他自己会笑 他自己有表情 你细心观察 他真的看到东西 他不会说 到他以后慢慢长大了 慢慢就有一些 分别执着起来了 他这个 静静就失掉了 有些能够保持到 十岁左右 但是他不说 偶尔说也说出来 说出来大人家 胡说八道 你说什么 吓得他不敢想 这真的不是假的 细心观察了 你就知道 所有佛法讲的这个八部 是真的 那么从最前显的 我们看这个电影的幻灯片 看电影的底片 看这个好 你常常看的时候 你看到一张一张的 前一张 第一张不是第二张 第二张不是第三张 第一张也没有进入第二张 第二张也没有派远到第一张 各各互相不往来 快速度的给他移动 他成了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好像我们的 日常生活活动 好像没有两样 你从画面就醒悟过来了 原来我们所有的活动 前后都不想干 每一个画面都是独立的 他哪有来哪有去的 他哪有生命的 所以真的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疑不义 不长不断 真看出来了 这是什么 这整个宇宙的事业 你在这个电影 第一片里面看到 这是整个宇宙 是 驻法 实相 我们把它换一句话说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看清楚了 之后 大臣经里面讲的 你就懂得 佛在金刚经上所说的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一切法如梦幻泡眼 如露亦如电 映作如是观 那个如露如电 就是速度移动太快 电视闪电 这个电影的幻灯片 在放映机上放映的时候 那就是像闪电一样 你看错了 你误会了 你没能看到真相 你被这些幻象 你被这些幻象欺骗了 被这些幻象迷失了 迷失了他的真相 你看的是幻象 阿罗汉 菩萨一上 他们看到真相了 所以他们能放下 看到真相的人 你想叫他不放下 不可能 听进学校 学教 几十年的人 还没放下 他所听的 他所学的 没懂啊 不是真懂啊 真懂看什么 看放下多少 放下多少 就真懂多少 可是放下之后 还有 很浓的习气 习气可不容易断 习气遇到 境界的时候 他就发作 遇到可爱的 贪的习气发作了 遇到讨厌的 嗔恨的习气发作了 一发作的时候 他就变成现形 立刻就退转 就退到原位 甚至还堕落了 你说这个多可怕 那怎么办呢 这就是祖师大带 叫我们修行 修行是什么 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 练啊 顺境界灵略 顺境善云 练什么呢 练不起贪心 没有贪念 怎么个电话 提起 倔惯 你能不能提得起来 你马上就想到 佛在经上 怎么教我们的呀 金刚经 中国人念的最多 不学佛的人也念 为什么 真的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那个贪定念头才一动 凡所有想 皆是希望 评论 假的 不是人 不值得喜欢 不值得留恋 想留恋 也留恋不到 他不存在吗 日的逆云 逆境 卧云 心里难过 我不高兴了 马上想到 一切有为法 如梦还报应 如路亦如店 应作如是观了 或者想到 不如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 无所有 必经空不可得 一息气 马上就降温了 就不会发足了 所以修行 修行修什么 真正修行的人 顺境里面修 不贪 逆境里面修 不发脾气 就从这开始 为什么 这个毛病最严重 他是魔鬼道 成会是地狱道 你从这两个修的时候 修成功了 你就是 不能往生 你决定不得三个道 对于一切事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就是 如路亦如地 因作如是观 其入境界之后 有点功夫了 你太多变了 你变得很柔和 还原了你们讲的四德 至之 柔和 至之什么 真诚心待人 什么是真诚心 我希望别人用什么心对待我 我就用那个心对待人 那就是真诚心 你待人 待我的态度就变了 温柔 不但现前的 冤情债主可以化解 累积的冤情债主 都会化解掉了 真正讲的 小灾灭难 所以修行说 不是每天念多少经 磕多少头 不在此地 读经学教 我们常讲 是提醒自己 真正修行 是在生活上 吃饭 在饮食上 不执着了 所以我们常常想到 释迦摩尼佛的生活 每一天出去 圆门脱波 给什么吃什么 哪有选择的呢 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他心是清净的 他心是平等的 清净心 平等心 能转进阶 这个我们现在明白了 他突然东西 他心地和欢喜的时候 他吃的这个味道就好 这个 这个 静随心转吗 他心好吗 不管什么东西到他都最美的味道 我们很可怜 我们是心被进阶转 这就受外面的控制 他不会 他们是静随心转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所以心地善良 纯净纯善 那你看人 人人是好人 四四是好四 你才真正能够生欢喜心 长生欢喜心 发喜充满了 涅槃经 二十七句 有这么几句话 十二英语 披之佛所修的 不出 不灭 不成 不断 非一 非二 不来 不去 非因 非果 你看十个不 龙树菩萨 称之啊 真做到了 知足论 第五句 有这么一段话说 如说 譬如 讲 诸法相 是诸法相 有这么几句 不生 不灭 不断 不成 不移 不意 不去 不来 应云 神法 灭住 西论 他也讲 八个不 那么由此可止 八不 中道观 通 大小臣 一切法 为什么呢 这是讲的 诸法实习 诸多论 第七十四卷里面说 大诸多论是一百卷 观一切法 不生 不灭 不振 不解 不苟 不进 不来 不去 不倚 不意 不长 不断 非有 非无 幕后是两个非 前面十二个不 龙树菩萨学道 用这几手记 在日常生活当中 六根 借出六成经济 他就做如实观 这个观成功了 他修学是大幅度向上提升 他是粗著菩萨 不但是超越流道 他超越十八节了 那我们要想想 他能做到 我们要向他看齐 要向他学习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真实的利益 世间东西全是假的 你拼命去追求 追求到最后一场空 你要了解四世真相 那很寒心的 古代德讲 万般降不去 唯有夜随人 你在造夜呀 纵然造的是善意 也不过是人天佛报而已 可是人天 还不容易得 人怎么样 上平是善 这个天道是善明是善 人道是中平是善 那么要讲到善法 各位都应该知道 善从哪里生的 他就跟 孝亲 尊师 你看看 官无量寿金 金业三福 第一句话 孝阳父母 第二句 奉死是他 孝亲尊师 一部地藏经 就是讲这个道理 佛法是私道 私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孝道里头 孝道的精神 核心 就是亲爱 父子有亲 那种亲爱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 用现在的话说 是爱的教育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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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自爱 他不自爱 他怎么能爱人 自爱 爱自己什么 爱自己的本善 你看 三字经上讲 人之初 性 本善 爱自己的本善 本善是什么 是伦理 是道德 那在大乘佛法里面讲 本善是什么 本善是自信 信德 这是本善 还原官里面给我们讲的 四德 那是本善 随云妙用 威仪有则 置之如虎 待众生苦 这是信德里面的四善 具体跟你讲 就是四善业道 自己能够把四善业道 百分之百的落实 是自爱 我们今天再衍生出来 弟子规 弟子规 百分之百 做到 是自爱 感应篇 百分之百 做到 是自爱 你做不到 做不到 你不自爱 不自爱 怎么会爱人 哪有这种道理 你看 你把弟子规 做到了 你的父母喜不喜欢 真喜欢 那才叫孝顺 那老师喜不喜欢 老师真喜欢 这叫尊私 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 做不到是不孝父母 不自爱 不孝父母 不敬事长 不就这么道理 不孝德 被私叛道 这个业造的就中了 这些事情 我们不能不知道 你到底为什么做不到 不了解 宇宙人生真相 真正了解了 哪有做不到的 这个事情 不是求人 求人难 这求自己 求自己 只要自己 一下就悟了 立刻就回头了 所以回头神 我们一定迷得重 迷得深 不知道回头 一定要亲近 佛菩萨 经典所在之处 就是佛菩萨所在之处 我们要认真学习 就读宋 读宋都不懂 没关系 一遍一遍读 古人说的 读宋千遍 其一自见 什么道理 一千遍念下来 先亲近 亲近就懂 那为什么 心也听不懂 心不亲近 那我们听讲 听不懂 心不亲近 心要亲近 看书听懂 听讲 就会开悟 所以我们想学习 先要把学习的障碍排除 障碍就是幸福起草 障碍就是烦恼吸气 中论书里头 有几句话说的好 八不正 该是正观执鬼 教下所讲的 正道 八正道 直观里面的妙观 方等之心谷 方等是 释迦牟尼佛讲 方等讲八年 通大小城的 定 佛法之凭证 什么是正法 什么是邪法 这八不就是标准 就从这里来定 如果知道一切法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义不义 不长不断 这是正法 我们还落在 生灭 业意 断肠 那我们走的是邪法 正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不是假的是真的 都要依这个做标准 后面还说 是 得失之根源 一八不 你得到了 得到正法了 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你把大乘佛法的根没有了 失去 失掉了 迷之 则八万 葬 八万发葬 名若也有 八万发葬 现在就会不大三经 你要是迷了 这一部大三经 你看不懂 你天天念它 等于夜有 什么都看不见 风景没看到 物之计 十二步 如对一本 十二步是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讲的经 十二种方式 叫十二步 我们初学的时候 一般学书们讲 十二种不同的题材 实在讲就是 对于不同众生 它有十二种的方法 你要误知 这个大赃经 那就是白日 晴天白日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八不是多么重要 那直观里面 有书 直观第六经 母后直观 横门 横对树讲 很广啊 推广啊 如中论八步 一论民八门 一论就是中论 它说明八门 住今论 则无量 你要看大赃经 大赃经里面讲的是 无量啊 不是八个不啊 无量不啊 八宗 刚要里面 也有几句话 都值得 提醒我们 八不 妙礼之风 福 妄想 细论之臣 我们凡夫 都躲在妄想 躲在细论里头 像这些灰尘一样啊 八不 是一个 扶手啊 他能把这些灰尘 扶去 无德 无德 正观之灭 无德是正观 无知也无德 不如心经上说的 六百据大伯若 我多了之后 做了一个总结 四句话 十二个字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要常做如实观 我们就会心贫气火 就这是正观啊 正观呢 像明月一样啊 福一时 中道之水啊 八不 现实 这一项 明月亮啊 月银 在水中 一样 水清净 水没窝浪 这个月亮 在水里面 看得清清楚楚 更快 时时刻刻呢 你能够 用八不提醒你 你就不会 迷失方向 我们的方向 是成佛之道 这个要记住 我们走的是 成佛之道 这一段的意思 还没讲完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明天 接着再去 最后一段时间 我们下车杀了